纯手工制作的东西因为数量比不上机器生产 在现代一切讲求快速的年代特别显得珍贵 台北石定山上就有一个年轻人传承了老师傅的手工面线 只用面粉、老面、盐巴跟水就能够做出韧性绵长的面线 那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耐心跟时间 年轻老板原本家里是在石定种茶 经过了日晒雨淋的磨练 一般人觉得辛苦的工作 他却觉得非常的OK 那么也是因为能够吃苦又用心做 加上因为稀少 他的手工面线成了大家口耳相传的 石定在地抢手货 而室内工厂里另一批面线又要开始古中生有 中筋面粉加入8%的盐水一起搅和面团才会软Q啊软Q 做面线许人平不加发粉全靠老面和水分做发酵 还得依照温度和湿度凭着经验手感做判断 摸下去会有感觉 软的话会有点像麻糬 软软的那样子 对那就蛮软的 真的太软也不好做 然后硬的话就是按下去会跟馒头一样 它还会再躺回来 夏天的话天气比较热它发酵比较快 那有时候我们可能水分就不要太多 不然它醒得太快的话 我们拉起来 我们跟不上它的节奏的话 它那个面条会比较没有那么Q 面团硬度打到介于麻糬和馒头之间 光滑无毛细孔 背泡泡又眯眯 像是林志玲的皮膚 休息发酵之后 再享受许人平的special服务 马沙鸡才被塑身 让面团更结实 做起来才会更Q 不会容易断掉 如果踩得OK的话 它拉起来就会比较平整 那我们第一次拉拉看 它如果比较不平整的话 我们等一下就要多踩一些 做完马沙鸡中场休息 许人平还要再来一段圆桌舞 站在圆桌桌板上 双脚一踏一踩 也让面团变扁变平均 像是一张超大太阳饼 看起来很简单 但只要稍微一失脚 就有可能前功尽弃 有一点节奏 你会比较大的人 你就会比较快 比较均匀的让它变 像刚才来黑的 那个节奏不对 踩的姿力的方式不对 它就可能要很大 但是打起来又不平均 有的地方太高 有的地方太高 利用身体的力量不是硬材的 65年次的许人平 国中毕业时就跟着学定附近的老师傅学功夫 不到40岁做手工面线已经超过20年 家里是种茶的 觉得种茶太辛苦了 所以想说觉得这个都在室内 最多只是晒太阳 那晒一下面线 觉得这个比较轻松 所以就想说来学这个 吃苦耐劳 双手肯做 一般年轻人嫌累的致面工作 许人平假扣洞罪假扣 从前三年曾经转行做事务机维修 不过前辈的经验 让他预见未来的收入状况 计算机按了一下 决定回家自己当老板 你看到自己的主管 他可能做得比我们好 但是他的收入跟模式 其实就在那边 我就在思考有没有 就是说我可以更努力一点 那可以获得更多报酬的一个可能 面团压成大饼 在饧面半小时后 就可以切成条状 许人平不用任何工具辅助 切出来的面条目测宽度始终如一 跟机器一样精准 手里好像有原味 这就是惊艳 切成长条后 经过按摩揉捏 让面条变细更紧实 同时延展长度 饧面二十分钟后 经过机器辅助再做延展 同样步骤一动三次 一次都没办法偷懒 你米粉加盐料后 它的韧性很够 你没办法一次压到那么细 手上的面条 你要一次一次压之后 它那个韧性 Q度才会出来 你如果说一次压到那么细的话 它那个面条本身的表面跟里面 它那个结实度不够 面线休息半小时 接着轮到许仁平跳妞妞舞 要有个节奏 然后就均匀地把面绕上去这样子 绕得好的话 它后面甩起来会比较顺 比较不会断 把面条绕挂在两根短棍上 力道长度松紧都要拿捏好 否则待会拉面的时候就容易断掉 从脚面团到现在的每个环节 环环相扣万一轻忽 十只好里就会差之千里 你如果没有做好的话 你可能等一下要花更多的时间 来做补救 在半小时面团就可以拉拔长大 师傅两个合作 力道时间默契必须一致 手上的面线像是橡皮筋一样 韧性弹性以及棒 两个人的节奏要配合得好 尤其如果说有的时候 面不好拉的时候 两个人节奏就很重要 就是力量要比较平 两个要平均 延展性还不够的时候 你硬拉它 力道没有注意好 它就会整个断掉 拉一次之后就放着 放着短短的 那等一下足够时间它会变长 它自己会拉长 对 它自己会变长 那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就可以甩长然后干燥 千丝万缕挂在石定山上 空气无污染 吸饱阳光热力 排除水分不加防腐剂 光靠着盐分就可以保存 煮之前 那个闻一下那个面的味道 它是很明显的 太阳的味道 太阳搭配上面粉的香味 就像你棉被拿去 摘太阳之后 它会有一个特别的香气 不过一条细细的手工面线 经过揉 踩 压 捏 拉 加上不断的饧面 至少要八个小时才能成就 麻烦费事产量不高 利润低 市面上几乎被机器生产的 所取代 以往是面线大本营的 木榨石定地区 剩下不到五家在做 不过也因为稀有而变得珍贵 再度受到欢迎 还入选新北市特色伴手礼 我拉还是他拉 两个单步是同时 有一边甩 手工面线做出名声 还有许多客人 专程跑到偏远的石定山上 要买面线顺道参观制作过程 不简单要你知道他们辛苦啊 你看刚刚拉一下这变红了 许文萍干脆推出体验加试吃活动 满足好奇心和爱吃的嘴 带着北市场 水比较高 让这更少 水沸放下就好了 扑下去就过去了 Schmidt 吃什么 泡茶油或是家猪脚都很对味 真的跟那个外面吃起来 感觉真的不一样喔 它吃起来真的有点QQ喔 你去外面吃給我們暖暖 很討厭他這老闆要改進 吃一碗不夠 吃兩碗不夠 好像量給太少 我吃兩碗覺得好像不過癮 除了傳統的白麵線 許仁平還推出紅麴和綠茶口味 吸引年輕課程 老東西跟著與時俱進 像我都跟我們小學徒說 那你認真學一點 那以後你也可以在家裡開一個 那以後如果實定這邊 不只我們一家 可能有兩家 三家 四家 有很多家一起來做的時候 實定手工麵線就會 這種名聲就會更大 因為吃過苦所以不覺得累 利潤低就一條一條認真做 一塊一塊慢慢賺 把大家不想做的嫌難賺的 做到專精做得好 學歷不高的許仁平 手勇一技之長 賺錢勝過22K 就像他的麵線一樣 韌性延長